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打个电话 采访一下咱俩 咱俩有名了 这招生不就好招了吗 抓住时时热点 偷袭社会前沿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 非常访谈之揭秘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幸地请来两位嘉宾 让我们掌声有请崔大奔老师 你好 下一位 好 那么下一位老师呢 也是来自这所学校的老师 郭亮老师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开始咱们的访谈好吗 好 那访谈之前我想先问一下 郭老师 你的腿 我听着回答吧 他在腿上家长给你撵蛇的 什么家长给你撵蛇的呀 哪儿给家长撵蛇的 不是 你别听他说 什么家长给你撵蛇的 不是 我这个是怎么舌的 我呀 我不喜欢绘画吗 我专门去这个马场啊 去采风去 采风有一匹马叫家长 马叫家长 我得画那马呀 我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我就画这匹马 到画马肚子的时候啊 没成想 这马坐下了 你在马裤裆下面画的是吗 错 是他在裤裆下画 这个没做你脑子算万幸的 没成细节 行 我别说这个了 好吗 这么着 听说你们俩开了一个 少文艺术培训中心啊 对 我们俩自己创办的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说说吧 名字叫什么呀 会老多才艺了 是 我知道你们俩会老多才艺了 我是问你们俩 那个少儿机构的名字叫什么 名字就叫会老多才艺了 这么随意吗 这名字起的 不是 这名字谁起的呀 我们俩一块起的 就这个名字还需要两个人一起起吗 对 那费老长时间了 对 你起的什么呀 我起的是会老多才艺 那勒 是我起的 眼睛之笔啊 谢谢 哎呀 真真是意义很高人了 谢谢 好啊 哎呀 会老多才艺了 培训学校 对 对 对啊 塞牙 塞牙 你各种塞什么牙 对对对 咱们不说这个名字了好不好 所以老师我问一下啊 您现在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呢 您主要是主攻他们什么 主教他们什么呢 哦 那就比较多了 哦 就比如说 口技 哦 模仿 才艺 嘿 盲人按摩 这个副也就别说了 好吧 咱就说才艺都有什么 口技 口技 哎那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展示一下 可以吗 展示一下 我呢 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特别早上起来呀 我们家公鸡 天天早上叫我起床啊 那公鸡往那个房上一站 发出的声音都是这样的 公鸡完了之后 还有母鸡啊 母鸡下完蛋了 母鸡的声音就不怎么好学了 这是母鸡 那个时候 跑过了一匹骏马 马跑在沙石鹿的声音是这样的 驾 这个马是叫家长吗 这个马 不是我就问一下 但是您学的 刚才我听鸡 是驴吗 您学的是驴是吗 哎 主持人 太没有生活了 我学的是马 马跑在沙石鹿的声音是这样 驴就不一样了 驴是这样的 这就是驴 这个是驴 这个学的还真不错 别说啊 你这畜生学的还真像 你骂谁呀 你什么呀 你骂谁呀 我没骂你 你们俩别动手 别动手 不是 他说我不是那意思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他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啥意思 他其实在夸你 他是说你的声音 学的跟畜生一模一样 哎 哎 不好意思 郭老师 我误会了啊 我有点草率了 对不起 坐坐坐 坐坐 我问一下郭亮老师吧 哎 您在这个学校里面 主要是培训什么呢 主持人 我跟你说 我这 我主公还有什么 我绘画 绘画 绘画 那你就来绘画 不就完了吗 因为我也是 同名师访高友 这话说的 这么多年了 学画画 你还找了个老师呢 必须得有事成了 哎呦 老师叫什么呀 老师叫 主持人 你这有水吗 要水干什么呀 说我们老恩师名字之前 我必须先竖竖口 你们这老师这么脏呢 什么叫脏啊 你这主持人 怎么这么说话呀 废话 你这说老师之前 你竖口干什么呀 竖完口 再竖我们老恩师的名字啊 是对这老东西 什么 老人家的尊重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没水啊 咽咽口唾沫 赶紧说吧 这等着呢 啊 猴热的 对 对不住老恩师了 我们老恩师叫 马保罗 什么 马保罗 马保罗这名 怎么听那么熟啊 给你五连编 他说的是 不是这个 我们老师不会 他这也不叫功夫呀 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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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怎么着 今天您带来什么 自己的作品了吗 今天我还特意带来了一幅 我得意之作 得意之作 得意之作 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好吗 对我放在那了 放在那里了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我酝酿了很长时间 我的构思还有构图 大概在半年吧 我才画出了这幅 我非常认为 这个可以说 这个可以说是 来往前来 全市之作 哎 主持人啊 不是我当着郭老师面前夸子 这画画的 真是唯妙唯笑啊 你就是华佗在世 华佗是在世 不说八道 什么都不懂 我的这幅画呀 是有寓意的 叫我要和平 我要和平 这样啊 我先问一下郭老师啊 就您这幅画 是穿着开汤裤 是画的是吗 怎么样 就是 这个 不是 这叫得意之作 这个是得意 那我问一下您啊 就现在上面这两只鸡 这是和平哥 这是和平哥啊 和平哥 哦 那下面这小猪呢 你觉得你有生活吗 就这颜色 这感觉 这是小猪吗 这是长颈鹿啊 长颈鹿 这是跟猪的杂交是吗 不是 那这个呢 这小怪物 这是我 我自己 那您这把自己画的也太惨了 这是我自己 我这手上拖的这什么呀 两个大腰子 拖俩腰子是什么意思呀 我要和平 哦 我要和平 没错 没错 哦 主持人给我这幅画估个价 你说什么 给我这幅画估个价 估个价 哎呦好 这我能估价呢还能 随意说 那我说了啊 去年在大英博物馆 也有这么一个题材的画 叫我要和平 拍卖应该是八百六十五万美金 哎呦小伙子真懂啊 是是是 您这幅画我保守点说吧 五毛 不是主持人 你这有点过分了 五毛钱这不是 我就跟你这么说啊 我买这张纸 我还花了一块呢 是您买这张纸 花一块的时候 这张纸不是干净了吗 现在不脏了 我这几个人说话有点过分了 没有没有 你这不 关键 我这它是有寓意的 有寓意 好好好 我要和平 我要和平 好好好 确实好 怎么样 喜欢吗 什么意思 送给你 你确定送给他 送给你 拿回家 表起来 哎呦这得意之作送给我呀 没事 哎呦这行吗 没问题 哎呦太好 谢谢您 收藏吧 特别好 感谢感谢啊 好来咱们坐吧 好 这个咱们继续咱们的访谈 好吗 好 这个还是问大笨老师吧 哎呦我感觉您好像现在 目前比他靠谱点 是这样啊 就是在音乐方面上 您有什么教孩子的一些 就是一些好的东西 好的作品吗 音乐啊 教歌啊 分很多类别 嗯嗯嗯 你就比如说歌曲 歌曲 我就教孩子们唱歌 对呀 那您看啊 现在咱们台下也做了很多的小朋友哈 您呀这个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些啊 就当这个现场教学了好不好啊 这就会有多少小朋友 对对对对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哇 热烂烂的天上飞老了 我 那那那那那唱 那那唱 那那唱 我在这里 遥望北京 你也唱了 你上那边唱 你得回来吧 回来吧 所以我就问了你们俩啊 就教孩子天天就这个 飞老了就这个啊 干啥呀 谁让你唱这个 怎么 不是你 这这都是 这是第一版啊 第二版 主持人我们改过 改过 这个歌我们给小朋友不是这么教的 因为它这个歌它不环保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给改了 我你先等会儿 瓦烂烂的天上飞老了 这歌怎么不环保是什么意思 你看不是 瓦烂烂的天空上啊 你不能老冷东西啊 老冷 你怎么老冷能行呢 而且非老冷 非得老冷啊 那不对啊 不环保 对我们把词给人改了 改了 教这小朋友们 对 怎么改的呀 瓦烂烂的天上 别老冷 我们给别老冷 我们给改了 我们是有 我们教育孩子是真的 是吧 你们俩以后的假酒少喝啊 告诉你们啊 瓦烂烂的天上 别老冷 别冷 别老冷 你知道吗 别冷 好好好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我有点站不住了 我腿都软了啊 听完你那别老冷 对吧 哎呀 我这个 哎 主持人 你看咱们三个人 我这一座 挺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奇怪 怎么奇怪了呢 咱们三个人当中 有一对 双胞胎 你瞧 看出来了 我跟主持人长得 那是一模一样 谁呀 你跟谁呀 我说你要点脸 啊 双往上贴呀 什么意思啊 就让主持人多问你几个问题呗 多给你几个镜头呗 你怎么这么狂啊 你狂咋的我狂啊 你动我一试试你 你看我怎么讹你的 我讹你连秋裤都卖了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看过秋裤 那你们家穷叮当响 叮当响 我这衣服租大 这车是钱不得我买的 有车什么你腿不好使 哎 我能大灯 哎 我还能编花 你能啊 哎 我能编小花 哎 我编花 我编花 怎么了 我怎么不行了 我编花 就不够了 哎 好看我呀 这 看到这儿啊 心里边 很不舒服啊 就是现在 我们的社会上 有很多 所谓的大师 所谓的老师 所谓的专家 他们在 很多的自媒体的平台上 划重取宠 招摇撞骗 他们的这种行为 给社会的风气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也在社会上 是一种毒瘤 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 包括我们的学生 包括我们的老人 在今后 一定要擦亮我们的双眼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